好,今天看看第三個,Exize 2 Exize 2 之前有一個recap 由於題目上有些,這個是第二類款的題目 你見到是prepared financial statement 第一,再加在中間,他會告訴你這一年中間 其實他的issue of shares 或者deventures 通常他題目類型,可能他會怎樣處理的呢? 他們會這樣的 如果你有印象,issue of shares 和deventures 我教你們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收錢 第二是anord 第三當然是refund 假設是over subscription 基本上你看回題目的時候 其實他會有些tins 例如例子好像這一條 就是issue一個的deventures 那麼,insure就是這兩個日子就要備的了 看到呢,receive 了 收了錢 你看看一看剛剛 一個是... 想法就發60萬 但是收錢呢 就收到100萬 所以很明顯這個over subscription over subscription即是需要做第三部refund 但是他寫明是已經record了 in bank and debenture issue 所以就是說 你要跟回這些名字去做 即是說其實第一部 他已經做了 那麼,去到第二部來講 我們就未做應該是未做anord 第二,還有未做refund 這兩個是我們需要處理的地方 第三就是 你看一看 他是需要做accluded 那個deventure interest 的 所以變成這個case 就是這樣 還有他就用了 這個最好 所以我們只做二、三 就是在這個case 加起來 加上accluded interest 就是三部 那... 由於呢 他寫明是用了這個account名 所以 他既然出了這個account名 你就跟回用這個account名 你不要自己去作 例如我們之前是deventure applicants 那你就不要用了 因為他寫了deventure issue OK 那麼 做的時候 當然都是一樣 那我做回Jano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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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o 那麼呢 就是debuit credit 裁定 那我寫了Jano Jano的 dat 他現在是 A molt 就是2015年的 1月1 那我寫成1月1 然後 那... A molt就應該是credit 這個deventure 記住 請醒目一點 4%deventure 就是寫了 別人寫4%, 你要跟回4% OK 那別人6%你就寫6% 所以就是credit的deventure 那credit多少呢? 當然是issue 如果想發60萬 就麻煩你只寫60萬 於是這裡寫deventure 寫不寫epicant 不寫了 今次寫issue 因為你跟著上面圈圈寫issue 好了,然後呢 第一步,第二步我們也做了 話樂各位,第三步refund refund同一個日子 refund也是 扣錢就扣bank 寫deventure issue 扣差額 所以就是40 這就 40萬 這就完成了第三步 好,最後是credit interest credit interest是最後才做的 所以就是 MARCH 31 那就要付 interest 所以這個payment應該就是deventure interest 那deventure interest來說呢 就應該是 你記得你發是發60萬而已 那就乘回4% 但你留意的是 1月1日到3個月 即是只有3個月 OK 但你記得你只有3個月 就計算3,1,2 所以這裡呢 到最後呢 但問題是你什麼時候付的 什麼時候應該是 應該他告訴你 是說 6月30日才付 但是現在你3月30日 所以這個應該是 interest payable 好,那最後那兩個數 那我不算了 留給你自己計算 好,但跟你分一分 這個整個case 就是這樣 你自己調整這兩顆數 OK 等等 好,但想和你看看 這翻譯是exercise 2 exercise 2 其實跟exercise 1 分別 沒有什麼大分別 但最主要大不同在哪呢 有些case都是一樣 例如在這裡看到 deventure interest 明顯這個case 之前都說過 這是一個pay了的deventure interest 即是他pay得的話 有些東西是unpay 即是可能有accru 另外就是intrum 另外還有就是 adjustment 自己會做的 還有 general reserve transfer 對 最後一部分 我告訴你 現在不用寫了 然後交叉了 反而是這個步驟 就是這一條比較特別的地方 例如一樣 他説在1997年3月 他説發了 10萬gordon re-shares 一個兩個半 debit cash at bank and credit subsbends 他説這些東西 是不會有 雖然他平常正常 當然我們就不會是credit subsbends 但是 但是 他既然做錯 那就別管了 即是說 subsbends 其實到最終 應該是要沒有了 即是變0 但是這個 所以其實你怎樣 讓它變0 正接著 應該呢 你要做的時候 應該就是把這些shares 就直接放在哪裏呢 放在ordinary share那裏 應該是 ordinary share 應該是要增加 成一個 兩本 OK 那就是說 其實在上面 ordinary share fullly pay 這個位置 其實是需要有一個增加 加多少呢 就refer回那個行 行不行 OK 那這個呢 其實最主要是看一看這個位置 因為整條比較 跟之前有些不同 最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它發生了 所以ordinary share 這個要增加 那個amount 在那裏 當然這個shares要沒有了 就會 那 另外就是 都是之前一些提醒 比如舉個例子 可能 你一個preference sorry 在preference shares 那個dividend那裏 你都會牽涉到 可能好像之前exercise 1 的一些問題 那 那些呢 那些呢 你可以自己refer finding size 1 再去看一看 那裏呢 我和大家 多說了 那 那 還有提到一項 就是 你對到最後 算完的 income statement 到retained profit 記得要 加回到上面 這個 因為我認為retained profit 是補下來 記得是一個 accumulative的 的成績 不斷會 不斷會 加下去 所以記得 要加回 Current year 那個retained profit OK 那這個呢 之前上次的那條 我沒有特別去提醒大家 那這條呢 都 去提醒大家 記得 做的時候 有些位置要注意 那我給你們一些 的 references 你們 OK 那你可以呢 自己 mark 那 做的時候可以再提 那這個呢 Income statement 那Income statement 也是GP先 GP呢 就 1 2 5 2 5 2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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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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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3 5 6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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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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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整個總數應該是1626921 最多是NCL應該是10000 可以嗎? 所以可以檢查數,有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無法計算在糖上,再問我